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去我的那盏老湖里去找狄晨灵的时候 我听这小家伙说 你们两人经常在野外风残露宿 之后你们肯定还要旅行很长时间 老是这样也不行 还好 我这老婆子虽然年纪有点大了 但还能使些外境之能 嗯 他们没和你提起过吗 我们这群老家伙曾蒙帝君恩典 有三眼无险之能 其余多的就不提了 但外境之能便是一种 创出一方自在小世界的功夫 上次你们钻进去的那盏茶壶 便是用这种功夫造出来的小玩意儿 这么神奇的壶 居然都只是小玩意儿吗 我的那盏壶不算什么 必须得避出尘世才能自称世界 帝君曾显出的遗山填海之能 那才能称得上是大神通 好了 不说这些陈年就是了 我给你们准备的那份礼物 只差最后一点材料就能完工了 对 我们可擅长找各种东西了 还有搜集各种材料 我们都可以的 好了好了 你们这两个孩子 不用你们去跑前跑后的 我已经拜托了一位手脚麻利的小朋友 去帮忙准备了 再说了 我要的那些材料可是很特别的 你们可不知道怎么找 而且有的材料 现在几乎都找不到了 比如在迪花州河滩下的硕金泥 之前要采决这种泥土 都要先去找一处琉璃百合 开得最盛的地方 然后寻着琉璃百合的根系 一路往下挖 运气好的时候 才能挖出一小霞 但自从迪花州成了那样之后 就几乎没人能再用这种方法 挖到硕金泥了 更麻烦的就是从层岩巨渊里面 凿出的翠绝岩 自从黑岩厂在那边开场采矿后 折腾来折腾去 翠绝岩也几乎找不到了 而且翠绝岩乃是贵重仙物 常人难成其上的仙佳器运 如果接触太久 反倒对身体有害 也不知道那孩子到底能不能找到 婆婆你应该是仙人 那你请的人难道也是位仙人 算是吧 他也算是位仙人了 算是 里岳港的仙人怎么这么多呀 总感觉哪里都能遇上仙人 说不定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旁边就坐着位仙人 那可真说不准 我的那些老伙计里面 还是颇有几位喜欢这人间烟火的 姥姥 我回来了 这两位是 我来介绍一下 这孩子叫做燕妃 就是我拜托去办事的那位小朋友 燕妃 这位旅行者和她的这位旅伴 你应该知道他们吧 知道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你们在千颜君的卷宗里 可是记载得很清楚呢 在之前 请先典仪的那场骚乱中 被千颜君列为嫌疑人 被全城通缉 然后你们在绝云间 击退了千颜君 又和愚人众搭上了线 最后和姥姥他们 一起击退了魔神 然后在七星座宝下 彻底洗脱了嫌疑 可惜 可惜 你们没有早点遇见我 要是早点遇见我的话 虽然不能说当场为你们洗脱嫌疑 但你们肯定也不会那么 狼狈 重新介绍一下 我叫燕妃 是一名律法咨询师 任何与律法有关的问题 只要找我就行 对了 这是我的名牌 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和办公地址 你们收好 如果有急事的话 直接去这个地址留下信件就好 啊 还有 新客户初次咨询还有优惠 燕妃 好了好了 说正事 这两位小朋友 现在可不用你来帮忙了 你们别太惊讶了 这孩子一直是这样 一谈起自己的事来 就说个没完 和我们之前遇见的那些仙人们 感觉完全不一样 仙人 我应该算是吧 反正我老爸说他自己是仙人 他说他自己曾经和阎王帝君 征战了很久 征战结束之后 他就回去和我老妈结婚了 他们结婚之后就有了我 我长大了之后 老爸就带着老妈去外面玩去了 现在我吃住都在姥姥这里 感觉也太随便了 仙人们不都应该遵守什么契约 比如守护离岳岗什么的吗 怎么突然就回去结婚了啦 我老爸说了 他可是和帝君好好说过了 帝君也同意他还乡 和我老妈结婚这件事 他们结婚的时候 帝君还随了礼类 先不说这些了 姥姥 你让我去找的那些东西 差不多都齐了 只差一份翠绝言 实在没法找到 现在曾言俱缘 被彻底封锁 怎么样都进不去 各种的文书也没办法申请 看来总务司是铁了心 封锁到底了呢 这样嘛 可是 没了翠绝言 可就有点麻烦了 燕妃 能再想想办法吗 他们帮了李月岗这么大的忙 实在是应该有些报酬才是 我知道了 姥姥你都给我念叨多少次了 虽然没办法从曾言俱缘里找到翠绝言 但是 也许能想想其他的办法 你们等等啊 让我看看 哇 好好的一本书 这都记了些什么呀 商业咨询 矿石 矿石 智东 找到了 这位叫做克罗索的智东国商人 曾经找我咨询过一些法典条款 都与珍稀矿石有关 他也提到过 想要收一些翠绝言用来制作钗子 还问过我与之有关的律法风险 说是想要带回智东国贩卖 嗯 我这就去找他 说不定他经手过翠绝言 或者是知道些线索 你想要一起去吗 倒也不是不行 不过 你在旁边看着就好了 可不要轻易插手啊 要是惹伤了什么律法上的风险就不好了 居然是用律法来警告我们 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仙人 和他一起行动的时候 我们还是多注意一些吧 燕妃这孩子心情活泼 你们和他同行的时候 可要担待一下呀 可罗索先生 今来生意还好吗 很好很好 还是多亏了燕妃小姐啊 多谢您上次帮忙 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 客气了客气了 我也只是帮了点小忙而已 对了 上次你说 你想要收一些翠绝盐 用来制作钗子 这件事怎么样了 这 这件事啊 对 我确实已经收到了 一小份翠绝盐 也已经做成了一副钗子了 燕妃小姐是 对这副钗子有兴趣 真不好意思 这副钗子 我已经租给一位 叫做直巧的小姐了 您想看的话 估计得再等一会儿 那个翠绝盐 应该很珍贵吧 这么珍贵的矿石 做成的首饰用来出租 不怕弄坏或者弄丢吗 这个我可不担心 出租的时候 我也和那位直巧小姐 签好了契约 里面白纸黑字写着 如果它遗失或损坏首饰 要按原价赔查 与之相对 我也在那份契约里面写好 这副钗子用的翠绝盐 绝对是正品 假一赔十 绝对正品 假一赔十 确实是明码标价 那是当然 这样我放心 顾客也放心 而且这份出租契约 我和她各持一份 绝对公账 那你知道 那位直巧小姐的住处吗 我们想去拜访一下她 看看那副钗子 我知道 签订契约的时候 她也把住址写上了 我给你们在地图上标明 多谢你了 科罗索先生 我们这就去找直巧小姐 直巧小姐的住址 我已经给你们标记 在地图上了 要找的话 就快过去吧 又换岗了 不要不要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我 我是直巧 请问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好 直巧小姐 我们从科罗索先生那里听说 你从他那里租用了一副钗子 我们对这副钗子很感兴趣 可以借我看看吧 那副钗子 那副钗子暂时没法借给你们了 我不小心 不小心把它弄丢了 我明明把那副钗子放在身边的 连袋都没敢带出来 到底是什么时候弄丢了 做这副钗子就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要是原价赔偿 我 我可一下子筹不出那么多钱来啊 我 我家里本来也是做矿石生意的 但自从岑举渊被封 我们家的生意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之前一批已经预付了钱款的订单 也都积压在了手里 为了付清这些订单 我们不得不从其他的矿石商手上收获 几天后有一场宴会 有一些矿石商也会出席 我必须要借着这次机会 去和他们谈清楚下一次收购的价格 之所以租用这副钗子 也是为了 至少保持一些风度 不要让他们看清了我 但现在钗子居然都弄丢了 这可怎么办啊 感觉 又到了我们最熟悉的情节了呢 你 你们愿意帮忙吗 我也拜托了冒险家协会去找 但到现在也没音讯 你们稍微等一下 别忙着开始找东西 支巧小姐 你能把那份出租契约给我看看吗 这倒是没问题 我随身带着的 给你 我看看 对啊 燕妃不是说自己是律法咨询师吗 她是不是可以帮帮支巧呀 对啊 不过 不过就没什么两全的办法吗 契约我看完了 各项条款都很清楚 按照契约 支巧小姐确实需要按照这副钗子的原价 向克罗索先生赔偿 而且这份契约上还标明 赔偿金额还需要参考市场价 照翠绝颜的珍惜程度 如果真的去估价的话 只怕赔偿金额还会更多一些 更 更多 只巧小姐的表情 就像是随时可能昏过去一样啊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 那副钗子上镶嵌的矿石 确实是翠绝颜 说话的时候别大喘气了 而且那副钗子都丢了 怎么才能判断上面那块石头的真假呀 无论怎么想 都只有先找到那副钗子才行 但如果能找到钗子 不就没有证明石头真假的必要了吗 对 对哦 还是不用麻烦你们了 钗子是我弄丢了 按照契约 我确实应该赔偿 无论是多少 我都会还清的 我们家怎么说都是伤人世家 不遵守契约精神可不行啊 事到如今 也不能瞒着克罗索先生了 我会去和克罗索先生说说这件事 然后和他商量一个赔偿金额 嗯 没错 这也确实是最符合律法的做法 不过在过去之前 我还有个关于钗子的问题 知晓小姐 请稍等一下 在你最开始接触到这副钗子的时候 请问你有什么感觉 感觉 嗯 我就记得 那副钗子上牵的那块矿石 入手温润 就像是上品玉石一样 我家之前也经手过不少玉石 我应该不会判断错的 入手温润 上品玉石 啊 没什么 只不过有些事需要再调查一下 我们先去克罗索那边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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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飞小姐 你们怎么又来了 直巧小姐也在 怎么样 那副钗子带着还不错吧 哎 现在说这个也没用 正好燕妃小姐也在 就请她来评估一下 你到底需要赔多少钱 没问题 不过在正式评估前 我还要去市场上做些调查 除此之外 我再多问一句 克罗索先生 你那幅钗子上镶嵌的 确实是正品的翠绝盐 没错吧 那当然了 绝对是正品翠绝盐打制的宝贝钗子 假一赔十 我知道了 我会先去市场上调查一下 然后再回来评估直巧小姐需要赔偿的金额 克罗索先生 请您在这稍等一下 那就拜托你了 哼 居然弄丢了我的钗子 该赔多少 就必须赔多少 一点都不能少 看来 我也只能想办法筹钱去了 直巧小姐 请稍等一下 我有件事和你说 这里不方便 嗯 我们去找个能坐下的地方 慢慢谈吧 我还是在离院开你 居然弄丢了我的钗子 该赔多少 就必须赔多少 一点都不能少 来 来 来 行 燕妃小姐 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吗 是来 是来告诉我赔偿金额的吗 不是这件事 我要和你说的是 那幅钗子上镶嵌的矿石 或许并不是翠绝岩 什么意思 你不会已经悄悄找到那幅钗子了吧 我又不是冒险家协会的冒险家 刨腿找东西这种费时费力不讨好的事 我才不做呢 我只不过是稍微 推断了一下 我不知道姥姥有没有和你们说过 翠绝岩这种材料生长在地底深处 携带着很浓厚的元素粒 如果常人接触的话 轻则身体不适 重则性格大变 绝对不可能有入手温润这种感觉 直巧小姐 在你携带钗子的这段时间 你有没有感觉到身体不适 没 没有 一切都很正常 没有不舒服 也没有其他的感觉 这就更奇怪了 刚才我还注意到 在克罗索先生的周围 有一些残留的元素痕迹 如果我的推断属实 也许 那块翠绝岩还在他的手上 既然这样 那我们直接找他对质去吧 当着他的面 戳穿他骗人的把戏 可不能这么做 如果现在就去找他对质 他肯定会死不承认 然后用各种言辞轰走我们 在我们离开之后 就把手里的翠绝岩丢进海里 然后 他照样可以按照契约上的条款 要求直巧小姐赔偿 自己不亏一分钱 至于我们嘛 就只能去把黎月翻个底朝天 顺便祈祷那副钗子 真的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 这描述也太详细了 感觉就像是你自己经历过一样 我确实经手过不少这样的事件 这样的处理方式都算是简单粗暴的了 我还知道更多精明的手段 等有空了再和你们说 那那燕妃小姐 既然你这么清楚这种事 你能帮帮我吗 这个啊 好说好说 在那之前 直巧小姐 麻烦你把这份契约签一下 这个人怎么又要签契约了 总觉得 燕妃似乎比之前的某人更在意契约呢 这是正式委托的契约 之前都是友情咨询 但再往下调查的话 我们必须要签订一份正式契约才行 没有契约束缚的委托 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靠的 我知道了 那就拜托你了 燕妃小姐 没问题 来来 先在这飞页上签字 我也得签一下 嗯 这里写上你的住址 还有这一页也得签名 还有第五页 第七页和最后一页 都请签上名 然后用这个印尼 在这里摁一下手印 这是在签契约吗 怎么这么多页啊 好嘞 这样就可以了 报酬还是老规矩 也已经写在契约里了 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我都已经看过了 没有问题 那么这份契约一试两份 这份你收着 这份我收好 暂时不需要 这件事虽然说起来麻烦 但捋清头绪后 处理起来反而很简单 你之前没有见过这种调查吧 就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感受一下吧 可是燕妃小姐 你 为什么愿意帮我 因为我们也正巧在找翠绝炎 我刚才留意了一下 克罗索先生身边 有很明显的炎元素痕迹 或许他真的拿到了一份翠绝炎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把那份翠绝炎 做成了首饰 但这多少也算是一条线索 只要寻着找下去 说不定真能找到翠绝炎呢 而且 对于这种有可能正在恶意利用律法的人 我可不能容忍 先不说这个了 我们先去 我看看啊 矿石加工 矿石加工 有了 我们先去找解翠行的老板石头吧 在矿石切销方面 他是专业人士 如果克罗索先生需要在城里加工他的那块矿石 那石头一定是他的不二之血 我来给您摆扯摆扯 这可都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奇珍异宝啊 客官 不来块朴石 试试手机 各位客官 欢迎 燕妃小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不 不会是又有人说 我的石头里绝对开不出好东西了吧 天地良心 我 不是这件事 我来是想问问你 最近有没有一位叫做克罗索的至东国商人 拜托你处理过矿石 克罗索 至东国商人 我有点印象 他确实送过来了一块矿石 还说这是什么 翠绝岩 我也是第一次经手翠绝岩 也没法分辨 不过 既然客人坚持说是 我也就随他了 而且 那位客人出手还挺阔绰的 我就没想太多 就按他的要求啊 把那块矿石处理好了 嗯 你处理那块翠绝岩的时候 有没有留下什么边角料 有 因为那种矿石 我之前都没经手过 所以 我特意留了一些石线 准备好好研究研究 就放在那边了 谢谢了老板 我们这儿就过去看看 啊 啊 从断面和纹理来看 这好像是翠绝岩的碎屑啊 嗯 是一种不那么罕见的矿石 价格也不贵 经常被用来做首饰之类的东西 之前我也听见过一种说法是 翠绝岩 其实就是翠绝岩的外层 但这种说法也没有被证实过 翠绝岩和翠绝岩 就差一个字呢 不信的话 你可以观察一下 这些石屑的元素粒 翠绝岩 可是一点元素都不含的普通矿石 是这样吗 那就用元素视野看看吧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吗 真的不一样哎 不过 只巧小姐居然只用看石片 就能分辨出不同 真是厉害啊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 只不过 平时接触这些 比较多一点而已 这两种矿石很相似 对他们不了解的人 确实很难迅速分辨出来 虽然只差一个字 但两者在市场上的价格 可是天差地别 而且如果要委托工匠切销的话 所需要付的钱 应该也不一样吧 好了 打住打住 不要再发散了 我们今天可不是来调查这个的 但是 不说石头老板 为什么克罗索先生会 不同寻常的行为 总是会有不同寻常的原因 拿上一点石线 我们回去吧 今天吃点什么 客官 付了一块樸石 严妃小姐 你到底是 老板 我再和你确认一下 克罗索先生在送来这块矿石的时候 确实是把这块矿石称为脆绝炎的 对吧 是啊 当时的单句我都还留着呢 你看这儿写得清清楚楚 待切消脆绝炎一份 这样就没问题了 老板 这份单句和这份石线 能借我用用吗 没问题是没问题 可是 你要这个做什么 我自有用处 对了 还请您在这份证明文书上签个字 这份文书是用来证明这份石线 确实来自于克罗索先生送来的矿石 你可以详细看一下 好的 我知道了 燕妃小姐 我多嘴问一句哈 这一次 又是谁惹麻烦了 谈不上麻烦 只不过是一点小问题而已 谢谢老板 石线单句和文书我就都收下了 有了这些证据 克罗索应该就无话可说了吧 这些还远远不够 我们还需要再找点更加有力的证据 打造首饰还需要专业的首饰工匠 我想想 首饰 首饰 在哪呢 找到了 星星小姐经常帮人联系首饰工匠 我们去找她吧 这样就找到了 你怎么认识这么多人啊 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委托我做律法咨询啊 你们也知道 这座离岳港是契约之城 契约或者说律法 是这座城里很重要的东西 但那位天全星所修订的各种律法实在是太过复杂 嗯 怎么形容呢 差不多就是那种轻易读不懂绝对读不完的感觉吧 所以我这种可以在律法方面提供帮助的律法咨询师 可是很受欢迎的 在律法方面提供帮助 可是律法不是非常复杂吗 轻易读不懂绝对读不完什么的 嗯 这个倒是没关系 反正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法典 我都已经全部背下来了 全部都 这可是律法咨询师的基本素养啊 别大惊小怪 这和仙人没什么关系啦 我只不过刚好很喜欢看东西而已 又是这种随便的口气 好了 我们快点去找星稀吧 燕妃小姐 请问有什么事吗 难道是上次的那位客人又 之前那位客人的事已经没问题啦 这次我来是想问你一件事 有没有一位叫做科罗索的商人 曾经拜托你联系首饰工匠 科罗索 我记得是那位制东商人吧 他确实曾经拿过来一份矿石 还说是什么脆绝盐 他给我的钗子设计图还十分复杂 我联系了好久 才有一位老手势工匠 把他要的钗子打造了出来 这个订单一直拖了很长时间 在不久前才正式截掉 所以我印象很深 总感觉这里没什么可以算作证据的东西啊 欣喜小姐 我再向你确认一下 科罗索先生委托你联系工匠的时候 确实表示过他寄存在你这里的材料 是脆绝盐 对吧 不会有错的 因为这幅钗子用了很多昂贵的材料 要价也很高 所以按照总务司的规定 在出售的时候需要去总务司备案 因为科罗索先生不太懂流程 所以还是我帮忙去备的案 我还特意留了一份备案文件副本在我这儿 你看 名字叫 翠绝双凤附云钗 登记的镶嵌矿石是翠绝盐 上面还有总务司的公章呢 行喜小姐 这份文件能借我用一下吗 可以啊 反正这份文件放在我这里也没什么用 燕妃小姐 是不是又有人惹上麻烦了 没事 只是一些小问题而已 这份文件我用完之后就还给你 多谢了 为什么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个 证据搜集得差不多了 我们最后再去布补炉找白先生一趟吧 那个脖子上挂着蛇的怪家伙 为什么要去找他呀 因为只有他能够出具有权威性的证明文书 来证明翠绝炎对人体是有害的 把这最后一份证明拿到手 我们就可以去给这件事收尾了 哦 真是希克 如果你们是来找我家七七的话 她正好出去采药去了 还有燕妃小姐 您更是为希克了 请问有什么事吗 总不会又有无知之徒 无赖必定的药全无药效了吧 啊 没有没有 这次我来只是想请教白先生一件事 你了解翠绝炎吗 翠绝炎 我记得在七脏山经第六著里 确实提到过这种矿石 七脏山经你说 这种矿石随山中石碎而生 常人处之必有栽秧 这种矿石确实富含元素力 如果没有神之眼的人和她长时间接触 轻则身体抱恙 重则性格大变 重病不起 俗话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 以燕妃小姐的作风 既然来专门问我这件事 只怕是又要让我开些证明文书 来证明翠绝炎的药理特性了吧 真是如此 那就拜托白先生了 一份文书而已 举手之劳不足挂齿 不过除了你们之外 还有一位制东商人 也来向我问过翠绝炎 但她得到答复后 却露出了一副格外失望的表情 不知道燕妃小姐正在忙的事 是否和这位制东商人有关 这件事就不劳烦白先生挂怀了 谢谢白先生的文书 之后我会再来拜谢 燕妃小姐客气了 还请慢走 那个叫白竹的人 还是和之前一样 让人感觉很奇怪 傻傻傻 是我的错觉吗 总感觉她说的那些话 好像是在试探什么 白先生一向是这样 好了 现在证据搜集差不多了 我们去找克罗索吧 各位还请慢走 抓药的话请自带药方 燕妃小姐 你已经调查清楚了吗 应该可以评估赔偿金额了吧 确实已经调查清楚了 赔偿金额我也差不多能够估出个价钱了 那太好了 还请燕妃小姐就在这里 把赔偿金额给评估出来吧 那是当然 按照契约中的规定 克罗索先生 你应当赔偿直巧小姐 十倍于原价的摩拉 好的 什么 我 我赔偿她 燕妃小姐 你是不是搞错了 没有搞错 根据我的调查 和这些搜集来的物证 你出租给直巧小姐的 翠绝双凤复云钗中的翠绝盐 实为翠寒盐 这份契约上写得清清楚楚 假一赔十 你应当赔偿给直巧小姐 十倍于原价的摩拉 物证 什么物证 燕妃小姐 你可不能这么凭空诬陷我 我可是花了大价钱 专门送来的那份翠绝盐 你说我那副钗子上的翠绝盐是假的 那你有什么证据 要证明你那份矿石的真假 当然就要用相关人员的证明了 旅行者 把我们找到的那份证明拿出来吧 不对了 想要证明矿石的真假 当然要先出示解翠行的证明了 看来你确实没这方面的经验呢 不对了 想要证明矿石的真 这是从解翠行那里拿到的加工记录 实现的样本 还有老板石头的证明文书 这 哪个老板自己都分不出哪是翠绝盐 哪是翠寒盐 拿什么证明我那块矿石的真假 再说了 翠寒盐本来就是翠绝盐的外层 我拜托他切削矿石 切出翠绝盐 留下翠寒盐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这 这种说法是没有实证的 那你们说我的矿石是假的 那也是没有实证的 大家谈事情的时候讲证据嘛 是不是 第一份证据完全没用啊 这家伙好像从一开始就想好怎么应付了 接下来 接下来该拿出什么来 讲律法讲证据啊 嗯 我们正好也有一份很讲律法的证据呢 快点拿出来吧 是总物司的备案文件了 就是我们从明星斋的星西小姐那里 拿到的那份文件 是总物司的备案文件了 这备案文件不正是证明了 我那幅钗子是正品吗 这可是总物司盖了章的 我那幅钗子上的矿石就是翠绝盐 这 这第二份证据也没用啊 这家伙的企业还更嚣张了 嗯 你说的很对 这么一看 你的钗子或许真是正品 那是当然了 有这么多证明 能不是真的 哎呀 稍等一下 我好像还有最后一份物证没有拿出来 旅行者啊 能不能拜托你帮忙拿出来一下 那才是最终的决定性证据 是不补卢白先生开给我们的文书了 快得拿出来吧 这 这是 翠绝盐随山中十岁而生 常人处之必有灾殃 常人与其长时间接触 轻则身体抱恙 重则性格大变重病不起 可罗索先生 你对翠绝盐的这种特性知情吗 我 知 我不知 不知道 嗯 我猜你也不知道 但是你居然把这种危险的东西租出去 看来接下来就不是我的工作范畴 而是总务司的工作范畴了 对吧 不过 既然你不知情 总务司那边应该也会考虑到这种情况 给你网开一面的 别担心 科罗索先生 我的这些证据 都会公正地呈给总务司的 到时候总务司审查这件案子的时候 还请科罗索先生练习啊 什么 等一下 等一下 我 我知 你知道 哎呀 科罗索先生 既然你明知道翠绝盐的这种特性 却 不是 那个 我 我这个钗子上的其实不是 不是 什么不是 难道你想说 那块矿石并不是翠绝盐 嗯 这样的话 科罗索先生 你可就要赔偿知巧小姐 十倍于原价的摩拉喽 科罗索先生 你的答复呢 我和我的委托人 可都在等着呢 我 我 我 燕妃小姐突然 突然好有气势 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 我承认 我承认 我的那个 那个钗子上的矿石 是 是脆寒盐 可 可我也是倒霉啊 好不容易花了大价钱 收了一小份脆绝盐 准备用这个打造一副好首饰 卖个好价钱 结果我收到这份脆绝盐之后 揣着带了没几天就浑身难受 睡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下 而且 而且还一直感觉很烦躁 我就去布布炉问了问 然后才知道 这种石头 压根就不能贴身带 但这样的话 我这么多钱 不就白花了吗 所以我就用了一份 和脆绝盐看上去差不多的脆寒盐 做了这副钗子 真正的脆绝盐 我就一直放在一个特制的匣子里 动也不敢动 因为怕被人看穿 这副钗子 我还只敢租 不敢卖 而且 而且第一次租给直巧 他就给弄丢了 对呀 既然不是正品 那你还要直巧小姐 赔那么多钱做什么 我 我也不想啊 但我之前买脆绝盐的时候 我的几个生意伙伴都知道了 他们肯定都在盯着我 看我能赚多少钱哪 要是我卖假钗子的事情露出去 我在这行就 就彻底混不下去了 好了 做苦环节到此结束 这些事我一点也不关心 总之按照契约 你应该赔偿直巧小姐 十倍于原价的摩拉 十倍 十倍 克罗索先生看起来 好像也要昏倒了 而我嘛 按照我和直巧小姐签订的契约 我取这份赔偿金的两成 两 两成 我买那份脆绝盐 才花了这么多钱 那个 不用的 不用赔我那么多钱 就算钗子上的脆绝盐是假的 我也确实弄丢了克罗索先生的钗子 按人情道理来说 该赔钱的是我才对 直巧小姐 你 您 不过 克罗索先生 既然您拿那块脆绝盐没用 那不如就把它给我吧 我们两个彼此欠的账 就此两清 啊 这 我 好吧 为了这块破石头 我也算是折腾够了 燕妃小姐 这块脆绝盐给您 您看 这足够当作报酬了吗 嗯 虽然不太符合规矩 不过 算了 这也足够了 这次的事情真是多谢您了 燕妃小姐 等到您有空了 我一定会再次登门拜谢的 不用这么客气了 对了 我再多问一句 直巧小姐 您是已经谅解克罗索先生了吗 嗯 算是吧 我已经谅解他了 这样啊 那就好 克罗索先生 看来我的委托人 谅解您了呢 是 是啊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 除此之外 克罗索先生 其实 我还想和您谈谈合作 从您设计的那副钗子里 我能看出 您很擅长设计这类首饰 而我家则一直在做矿石生意 也存有一些很漂亮的矿石 如果能把您设计的这些首饰 和我家里囤积的那些精品矿石结合起来 我想也许这会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这 您等我想一想 好嘞 事情解决了 姥姥要的翠绝炎也到手了 接待欢喜接待欢喜 是啊 一般听说钗子丢了 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到处去找 从来没想过 用这么一大堆文书来解决问题 虽然最后还是没有找到钗子就是了 是目的不同 需要使用的手段当然也不同了 我的委托人直巧小姐的目的是 减免赔偿 比起翻遍黎月找到钗子 证明那副钗子本身不值钱 才是更有效率的方法嘛 仙人 之前你不是也参加了那场战斗吗 应该听姥姥说过了吧 如今的黎月港 已经可以说是一座人质的城市了 比起那个无所谓的仙人身份 我觉得律法咨询师这份职业 对我来说才更重要 毕竟在现在的黎月港里 一名精通律法的律法咨询师 可比一名仙人重要太多了 真不知道某人会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既然东西都找到了 那我们就回去找姥姥吧 她肯定等极了 如果能把您设计的这些首饰 和我家里囤积的那些精品矿石结合起来 我想也许这会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这 您等我想一想 不错 一切正常 你们回来了 怎么样 找到翠绝颜了吗 不错不错 这样材料就齐全了 姥姥 既然东西找齐了 那我可回去了 还有很多客人在等着我呢 这孩子 去吧去吧 赶紧忙你的去 剩下都是我老婆子的活迹了 那我走了 对了旅行者 我给你的名牌你可要设好了 我最近也正在研究外国的律法 要是你以后在其他国家 遇见了和律法有关的问题 就直接来找我吧 熟客也有优惠的 你这孩子 走不走了 不想走的话 就再去帮我老婆子扫扫茶壶 走了 我这就走了 唉 这孩子 也不知道是和谁学的这个作风 他爹当年在帝君身边的时候 可没他这么闹腾 这么会胡说八道 是啊 但黎月已经变了 仙人也必须要学着改变 燕妃这孩子虽然闹腾 但他也是我们之中 和这座城市最清静的那一个 如今的黎月 已经不是当年的黎月了 好了 不说这些了 言归正传 我还得给你们做那份小礼物呢 哇 真期待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呀 只不过是做一盏糊而已 要不了多长时间 你们就在这儿稍微等一下吧 做好了 这盏沉歌壶就送给你们了 平时可要拿好了 要是摔了 呵呵呵 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呢 还有这些图纸 想要把你们的这盏糊 变得更热闹 可就要靠这个了 可是 婆婆 这个糊 到底该怎么用呢 这个不用担心 我已经招了个小家伙 在湖里等着你们 有关这沉歌壶的一切事宜 你们都可以去问问他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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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久不见了 我还有一个小家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